後面的布 好,那我的袖身包呢 就剪好了,就是正面跟那個 表布,各一塊布 然後你中心的地方要打一個牙口 這樣 好,那我現在呢 先把我的布 正面對正面 但是,今天我用的布 一個是那個尼龍布 然後另外一塊是棉布 好,那我會先把我的 棉布是放在上面的 那我現在呢 先把兩側的地方 撤起來 撤大概 0.5公分的縫份 頭尾都要到這裡 如果你覺得你的線啊 像這樣子,好像有 有起這樣一顆一顆的 代表底線有一個線 線怪怪的,我看一下 應該是我的底線 乖乖的 對 我的底線它也沒有用好 就會這樣 好 這邊撤好的時候 換另外一邊 頭尾也要到這裡 好 倒好針之後 就把它翻面 翻面 之後要壓線 大概壓 大概壓 大概壓在邊邊這樣子 壓的時候 壓的時候壓在邊邊 這樣兩塊布對齊 不要有一塊布 出出玩家 這邊也一樣 不用 湧出 好了,这时候翻过来 我对齐的点 我们对齐的中心点在这里 现在先把我的布往中心点靠 先把我左边的布往中心靠 然后再换右边,右边的话你要重叠在左边 左边的布上面,重叠多少就看你自己这样 就是重叠一点,大概是这样 我忘了拿我之前做的 大概是这样 这里盖住的地方 看你是要从这边盖住 还是这边盖住 就由你自己决定 我先拿出针固定 好,好了之后转过来 从这里撤一道线 然后呢 我们大概是 靠近边边的地方 也不要太靠边 大概撤这样就好了 大概撤... 大概撤这样子就好了 这样大概几公分 应该0.2公分有了吧 等一下我会告诉你 为什么我要这样撤 然后一样 头尾都要倒针 好,换这边 因为刚刚我有用出针固定 所以还好 你如果怕那个布啊 会固定不好 先拿个出针固定 我大概是... 相叠是... 0.5公分 撤好之后呢 把上面那个毛毛的地方 给它剪掉 不然它等一下会跑出来 好之后把它翻面 谢谢大家 就拿著把你的腳腳挑出來 這樣會比較好看一點 好之後還沒有結束喔 因為我剛剛車的那個縫份啊 它在裡面嘛,可是很不好看啊 所以我現在要把我裡面的縫份包住 但是我剛剛是車大概是 0.2或是0.3公分嘛 現在你要車的話就要比它大 所以我看一下 它大概是在這裡 所以我要車大概這樣 車大概這樣子把它包起來 要把布用好 頭尾倒個針 看一下火會不會車太少 沒有,其實還好 如果說你不想要那個正面這個壓線這麼寬的話 你可以把你剛剛 車的那個縫份 修 修少一點 然後這樣你整正面的布 正面車的時候 就不用可以車那麼多了 好,車好之後 它車好這樣就好了 對,那我為什麼要這輛車呢 因為我 我剛剛是不是先把我正面的那個 正面的縫份先固定好之後 然後再翻過來 然後再測一道壓線 這樣故意測的話 我可以把我的縫份就是整個 包在裡面 這個好像在拼布裡面叫做帶縫 就是我把我的縫份包在裡面 然後呢,它又是 就變成它形成是 兩面可以用的 然後你不會看到我的縫份的痕跡 然後剛剛我不是跟你講說 那個毛毛的要剪乾淨 對,你沒有剪乾淨它就會跑出來這樣子 然後你就把它翻好了 我第一車大概是測0.5公分 第二次車的時候就比它多一公分 對,這樣子 好 這個就是我的縫份 如果你沒有抱起來 它就會這樣跑出來 跑出來不好看 所以你就拿著之後拿著剪刀把它剪掉這樣 對 好 然後這個 這個繡成包就是很簡單 它 不像我之前分享的那個繡成包 蠻複雜的要翻來翻去 然後又要補哪邊的壓線又怎樣的 那這個其實就還好 它就是正面你先固定好 正面上下先固定好壓線之後 翻過來 然後呢 車的縫份比正面還要多 然後就把你的縫份包在裡面 所以這個 就這樣包在裡面 然後你可以兩面使用這樣子 今天期換的話你就用這一面 然後明天的話你就換這一面這樣 如果你不喜歡縫份的話你就翻沒有縫份的那一面 然後那個改天就換這一面用 對 好 那這個修正包就到這裡結束了